回艺术季 装置艺术 夏日转场 放眼望去 就像是通往大海的步道 绝美的景致 让人忍不住想继续往前走 不过就在廉假最后一天 5号上午10点多 一对夫妻从高雄到台东大午游玩 走到装置艺术夏日转场时 50多岁的太太竟然突然坠落两层楼高的步道 摔在沙滩上 先生和民众见状赶紧叫119 救护人员抵达时 妇人躺在沙滩上神情痛苦 先简单包扎后迅速将妇人送往马街医院 幸好妇人除了身上多处擦错伤外 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真的把她给吓坏了 装置艺术夏日转场是去年南回艺术季其中一件作品 主要呈现浪花回应海的呼唤 所以整个创作分成上下两层 抖石木栈道可以走在上面 下方则是用轻钢架支撑 虽然两侧都有护栏和防护网 现场也有警告标志 提醒民众步道人数限制10人 但还是发生意外 因此县府决定将夏日转场封锁 并且找时间拆除 而这次并不是南回艺术季第一次发生意外 上个月有民众攀爬通往天堂的阶梯 导致艺术品断裂倒下 游客也因此摔伤 这回一次富人想拍照没踩稳而摔伤 提醒民众看美景赏艺术 还是要多留意自身安全 TVBS新闻刘景源和云霆台东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